推进城市建设 2019年会继续夺实公交优先政策 持续优化巴士路线网络 重整和完善巴士站点 受天甲影响暂停运作的关闸地下巴士总站 将于年底重开 的士服务方面 新的100部普通的士和200部特别的士 明年陆续投入服务 并会再公开镜头150部普通的士 预计的士总数可以增加至2050部 轻轨建设方面 毯仔线将于明年通车 也正在兴建连接澳门半岛的孖国站 以及其交通书楼工程 同时已开展连接石排湾的工程 另外会探讨东线连通毯仔客运码头 新城A区和关闸的可行性 并会研究新城A区 连接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和外港码头的方案 明年政府将会致力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 改善生态环境 鼓励居民积极减数 引入胶进回收机 明年完成胶袋收费的立法程序 持续推动电动车的使用 实现在全澳设置200个充电位的目标 在建筑废料堆填区活出两幅土地 用作环保用途 其中一幅15,000平方米 将作为纸张、塑膠和金属三类回收费物的出口前 预处理场地 另一幅30,000平方米 用作兴建处育集中处理设施 目标是处理每日处育量的50%或以上 亦会为居民增设更多绿化休息空间 优化并延长步行径和单车径 改善和兴建更多儿童游乐设施 政府将深化各范畴智慧城市建设 明年政府专有云计算中心 完成改造工程并将投入使用 跨部门公共服务电子化将由70项增加至90项 智慧警务方面 建成应急指挥应用平台 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统筹协调能力 智慧交通方面 优化交通运行管理协调道路工程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医疗服务和旅游决策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